卓西湘第一场部落旗仪活动是由太平春举办的中心太平中平三个部落的设计活动 部落族人穿着传统服饰 男子是把前几天捕捉到的猎物带到机场准备和部落族人来分享 而乡长李斌贤表示 今年一样让各个部落自行举办设计 全乡大型的设计活动是在4月24号要登场 不容族人接续名枪为一年一度的摄尔记揭开序幕 其老门升起火堆走向机屋进行授鼓祭拜过火等祈福一事 除了祈求年年丰收也藉由一事驱除族人身上的晦气 华林县浊西乡太平村3月27号举办今年第一场的布农族设计 部落族人各个都盛装参与 从祈福一事到八部合音 过去猎人狩猎前的各项传统记忆都完整呈现在这一次的祭典中 我们非常高兴在我们的村长 我们王哲雄村长还有我们的头目 总头目李乾隆头目还有萧苗新来一部 他们头目亲自来帮助来助政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我相信很多人会看到是一个非常成功 每年3月5月举办的摄尔记是布农族传统记忆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不仅有大人的展演爆战功跟传统技场仪式 太平国小小朋友也带来精彩演出感动了在场所有人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 提供的双卓西乡市